它可以提供多種元素 總共是13種元素 這是其中一種是一個3D元素 圓球體 這個3D的球體 你可以讓它進行縮放 隨意的縮放 你可以根據你所需要的設計 去增加它的網格 像這個來講 它就以2x2的網格 進行你的設計規劃 然後再加入 你剛剛比如說用這個 ClearSketch所建立一個 2D數位化的草背 插入進來 進入一個快速的描繪的一個動作 各位看你在調整方式 都是用滑鼠操作方式直接拖拉 像是平面的拖拉 或是鏡像的拖拉 或是旋轉 這就可以快速的去塑形 其實這個動畫速度是有加快 但是實際上你真的在操作的時候 你已經熟練了 其實你的速度可以跟它一樣快 可能會差一點 快速的完成這個塑形 你可以把它變成一個 沒有著色的狀態 然後再參照這個圖片 快速的去調整它 各位看 我們在這個拖拉過程中 需不需要去設定什麼條件 好像都沒看到對不對 所以我們在操作方式非常的自由直覺 直接拖拉就可以完成你的這個 概念模型 看到這個ABI之後有沒有人覺得 這個東西很難 有沒有 都沒有 像這個編的編輯方式 也都是你可以選邊 然後比如說可以做一些特殊處理 把它做分割 或是把它皺摺化 這操作上都相當的直覺 那我這邊的話 補充一下說明 這個把手跟剛剛是很像對不對 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建立好這個 概念模型的話 你要做一些後續處理的話 都沒問題 就像你一般在建立曲面的方式一樣 你要做一些曲面的合併 裁剪 或是加厚 實力化 都可以 各位看 它本身是一個曲面 實力化 加厚 這邊 補充說明一下 我們的操作方式 你可以用框選或單選 或複選 都可以 或是按Shift 把真力選起來 然後再加以 直接用滑鼠方式去拖大修改 可以把你的這個移動 用數字化的表示 你可以知道你改了多少 操作上相當直覺 可以把你不需要的面 把那移除掉 我們這邊都可以出現說 以這個Q6來講 它可以有很多的滑鼠圓圓圓圓功能 你可以隨時把這個指定丟出來 直接點選 那這樣操作方式 也可以加快的一個速度 這樣我可以很輕鬆把這個面做一個移除 你可以 如果操作錯誤 你可以做一個Unload的動作 也都可以 那這邊的話 我也可以把它參數 你說我這邊希望它的長度可以做一個控制 可以直接拖拉 或是說輸入一個正確的數字 比如說給它320 這樣一個便移工具 可以讓你在製作這個概念3D模型的話 可以相當的快速